兄弟们 刚刚一拼了 我直接普通抽取啊 来 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影响博大 过来 nice啊 自信学弟 成功拿下小机甲 怎么样 还不赶紧来吸我的欧气啊 半小时前的蛋仔岛 你走 我要和你离婚 这日子我是真的过不下去了 当场就是一棒 女人当场立坟 我来 大佬 你醒醒 你还活着没啊 活着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从这里跳下去摔死 别啊 大佬 你冷静点 哪里吧你 干嘛 大佬 你说说 你跟大嫂吵什么呢 这整得要死要活的 哎 都怪我 女大嫂给自己号充了一万单笔 可是让我上号转成一千彩虹币 没想到被我受残 换成了一千许愿币 记得她要和我离婚分手了 哎 不就是浪费了一万单笔嘛 机甲大嫂也太小气了 我上次还把小子的五百单笔 和小鞋化成潮流纤维了呢 啊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补救 你可以把这些许愿币用来抽去玩机碎片呀 要知道啊 大嫂已经抽到这三个机甲了 后续抽到小机甲就有九百六十碎片 抽到大机甲有两千八百八十碎片 然后把这些碎片通过带送皮肤的方式卖掉 说不定就可以少损失一点呢 哦 可是 凭我的欧气 这一千许愿币恐怕只能抽到一千碎片左右 这样吧 瓦咖兄弟 你帮我把这一千许愿币抽完 只要能抽出三千碎片以上 我一定会重现你的 重叙 还真能有多重啊 保证是中刀让你大喊大叫的那种哦 哦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勉为其难尝试一下啊 来 兄弟们 你们觉得一千许愿币能抽到多少碎片呢 要瓦咖能多抽点碎片的 点个赞可以吧 点了赞的你们抽将绝对嘎嘎哦 说实话 一千许愿币抽三千碎片 数十太难 所以我决定啊 比小博大 六合十七许愿币的层数全都保护抽取 其他层啊 直接普通抽取是是运气 第一轮开局首次生存给了加一 第一层经过两次保护抽取之后 还是只给了我加一 而现在是第二层啊 保护需要十七许愿币 这次运气有点差啊 三次保护 居然才给了我加一层 那行 我也不莫及了 这一轮直接普通抽取 那一次啊 居然直接成功给我加了一层 而这相当于花了69块钱 拿到了三百二十碎片 不过你们以为我会就此生手吗 继续普通抽取啊 看我69块 拿下960碎片 不是吧 普通抽取居然失败了 从第四层掉回了第三层 三百二十碎片 变成五十多碎片 一眼回到几方前呢 兄弟们 刚刚那种是特殊情况啊 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 第一次普通抽取的时候 就会直接失败 好家伙啊 这次六和十七学并的层数 我全都保护了三次啊 结果最后成功的都只加了一层 这第三层的普通抽取也失败了 相当于80学并币 换了36碎片 第二层我直接一次保护在家里一层 兄弟们又到了紧张次移的普通抽取环节 更衣 听咱俩的关系啊 这一次普通抽取怎么也该成功一次了吧 我去 还真让我成功了呀 这下纠结了啊 这第四层是直接领还是继续普通呢 不管了 继续普通抽 看我单车骗摩托 更衣 求求你让我看一次奇迹吧 我来 我去 还真给我上第五层了呀 也就是说 正如我花了41学并币 但是就抽到了960碎片 你是个狠人啊 当然啊 奇迹远远还没有结束啊 这一轮保护抽取 居然直接给我加二到了第四层 那趁着欧气正望啊 继续普通抽取啊 更衣 这次要是还能成 你和我每期抽奖 我都狠狠地抽 来了你 我的妈呀 这啥情况啊 又成了 这次是57学并币抽到960碎片 又是一次血赚呢 当然啊 没过多久 后面还有更迷谱的 比如第三层普通抽取 直接给我加 以及只花了6块钱 就一路给我加到第四层 当我一千学并币全都抽完之后 碎片居然从当初的965 变成了5641 整整增加了3700多碎片啊 要是把碎片卖了 至少能卖1000多块 喝了这波抽奖 我还赚了呗 哎 吉亚大郎 我给你抽出来这么多碎片 你说什么 你的中屑是什么呀 我的中屑就是 给你打 thes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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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owka兄弟 这一拳中不中 是不是打得你大喊打枭 吉亚大郎 这一天放也算中屑呀 这不是K我的吗